上個星期五 我不開名字 大家猜吧 只是說一間餐廳 因為人家做生意這麼難 老師跟我做完節目 就說可以吃東西 吃日本 我說剛剛日本回來 想吃日本就吃飯吧 我喜歡吃日本 想來想去 不如去哪裏 去旭敏附近有一間新開的日本菜 OK 你知道那間嗎 我知道 我以我啤梨今時今日的身家 屌你老婆 臭屁真的不是說我們少人認識 吃日本菜 我們 就算是一千多百我也燒沸氣 何況我們深水扑區 你怎麼收我一千多百 進去想下去 我才能夠說兩個字 還復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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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 搞aran in my full, 外面都可以的 首先 它是沒有定吃的 全部是拉卡 全是散叫 都沒緊要 拉卡都好 어려好吃就行了 好了 價錢極貴 譬如我吃了一個炒烏冬 即是炒烏冬有兩條金菇 藥色的炒烏冬不可能 太貴了 那些東西 我們要找些東西飽肚 只吃炒烏冬128元 份量是多少呢 一個烏冬加三四條金菇 我樓下樂華炒公仔麵 份量是兩個公仔麵 這樣就是高級烏日本 然後我喊刺身 拼盤我喊不下 八本養六九八這樣 我喊不下 喊了兩個不應該吃的三文魚 每樣三件 45元三件不能夠說貴 OK 勉強 喊了兩個三文魚 喊了一隻赤貝 但不是魚腩 當然不是魚腩 大家聽清楚 不如我直接說 我喊了六個三文魚 普通三文魚 一個赤貝兩條都吃 普通少 每人吃一隻蠔 那些蠔大約 嚴重很大 日本不知是什麼蠔 生蠔 然後有烏冬 然後點過明太子雞翼 那一隻雞翼 那隻雞翼小到 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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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了 那些雞翼 是完全不飽 然後叫我天婦羅 那個天婦羅 沒有習近天婦羅 他說介紹我六個甜婦羅 四個辣椒那麼大 那麼大 我知日本師 到你了 要不要吃了700元 沒有喝酒 沒有喝酒 是肚餓 這樣也算了 吃一碗雲吞麵 然後我喝酒到今早 上星期五 五三文魚 這樣也不要緊 所以近日我每次被人抄牌 我很生氣 你們不是要搞示威者嗎 這麼想的時間還來抄我牌 所以大家快點給多些超級留言 昨天和前天是為了回來公司做事 昨天和前天是不肯做節目的 是回來公司通知那些人的時候 連續兩天被人抄了 快點消急留言 屌你了好不好 原來越多 有三百八 有139加幣 快點消急留言 焗冷氣 好了 就算是一千幾百 我也會消費氣 一大布連龍隧道 你有沒有下去 上星期五 你就是這樣 到此一游 是很震撼的 我搞到連車都沒有空位 我看到大布州 我的名字是Markin Inberry 我的車牌是KJ66058 我是從來不放在停車場 我跟大家說 為什麼呢 因為 天下的街就是我的停車場 我告訴你 是霜王線 我告訴你 有本事你抄救我 抄十張 我給十張 抄二十張 我給二十張 都比我便宜 要找停車場 更何況 一個月就抄幾張 我就不說 我擺在彌敦道 都可以由早上擺到晚 沒事 這是什麼世界 只留了十一點 擺在彌敦道 擺到晚上九點幾 去拿車 彌敦道 沒有人抄牌的 香港真的沒有警時份 香港 屌你了好嗎 好了 我們就算一千幾百 我也燒火氣 是啊 那麼多謝孔德維 OK 我們就算一千幾百 我也燒火氣 是啊